与潘元良失禅三十年四度分合未果,如今南方许晓十七岁女友,婚纱赵曝光,网友,怪不得选她。 53岁李立珍与潘元良失禅三十年四度分合未果,如今潘元良娶小十七岁女友,婚纱赵曝光,网友,怪不得不要李立珍。 香港几位知名词作人中少不了要提到的是潘元良,今天提到潘元良那是因为这位浪子词人又在婚了,不管怎么说,还是要先恭喜潘元良。 相对来说潘元良在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稍许陌生的,尤其是九十、零后,又或者说可能大家知道的潘元良不是词作人,而是李立珍的前夫或是电影导演。 2018年9月香港知名作词人潘元良公开了,与小十七岁女友Mita在加拿大结婚的婚婿,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大家在祝福潘元良的同时,也把目光放在了一代女神李立珍身上, 只不过李立珍一直没有对潘元良结婚这件作任何表态,直到半年之后,李立珍才终于开枪弹集了自己的感受。 李立珍的情感人生离不开潘元良,她与潘元良痴缠了三十年,曾经四分四合,从青春少女一直等到徐娘伴老却还是没有修成正果,所以有人形容两人间的情感比电视剧还要精彩,这个倒是一点不佳。 李立珍与潘元良的相识在1986年,那个时候潘元良正在拍摄人生中年首部电影《恋爱季节》,两人一见倾心,感觉良好,只不过当时潘元良有家事,这段感情自然只能无疾而终,是遗憾却也是一个开始, 但是,在后来潘元良堂集到这段萌芽的情感的时候,她坦然承认与李立珍相识不久就有了恋爱的感觉,但是没有发展下去。 谁都以为两人这段情就此被扼杀了,毕竟后来李立珍与潘元良都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, 李立珍在1996年与许愿结了婚还生下了女儿许野荣,不过仅四年就结束了这段婚姻,而潘元良也在后来与前妻离了婚,就这样两个单身的人在2007年的时候又重遇在了一起,爱火重燃,最后决意走在了一起,这是两人的第二次重逢。 而好景不长的是,李立珍与潘元良在一起之后,她的女儿极力反对,为了顾及女儿的感受,李立珍无奈与潘元良提分手, 而当时的潘元良也是爱的投入,坚决不离开,更表态愿意等李立珍,于是这一等就又等了六年,直到2013年,两人又复合了,当时还一度传出结婚的好消息。 谁知道2014年的时候两人又分了居,李立珍表态因为女儿与潘元良关系不合,为了女儿她只能选择分开,这是两人的第三次分开。 在2015年的时候潘元良在电台做了一个广播音乐剧,内容令人觉得在讲述她与李立珍的情感故事,当时就有媒体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, 没想到潘元良大方表态她与李立珍关系很好,情感稳定,这根本就是默许了她与李立珍又重归于好,这也是他们的第四次和好。 怎料才不到一年,2016年的时候两人又再度宣布分手,这一次一分就再也没有回头,因为2018年9月,潘元良公开了与女友的婚婿,也是在这个时候或许李立珍才真的是如梦初醒。 2018年潘元良公开婚讯的时候,大家都等住李立珍的回应,然而她一句话都没有表态,很多人都觉得她已经放下了,毕竟两人也分开了两年,但是30年的分分合合又怎么是说放下就放下的,她不表态不是说明没想法, 而在事情过去半年后的今天,李立珍一反常态,公开了自己的感受,最令人意外的是原来在2016年她与潘元良分手之后,她竟然还一直在等住潘元良回来找她,更期望有第五次的重逢,只是这一次潘元良一走就没有再回头。 李立珍表示两人经历30年的离礼和和,本来应该是看淡一切,没想到真的分开的时候却又万般不舍, 2016年分手之后,她带助女儿飞往加拿大疗伤,这是在给自己机会,也是在给潘元良机会,当时已经有朋友告诉她潘元良有了新的女朋友,只是她自己都不愿意相信,还在苦等,直到潘元良婚讯被公开的那一天, 她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个消息,一脸愕然,但是在女儿面前还要故作坚强,那一刻她才意识到潘元良不会回来了。 与潘元良这三十年的痴缠,李立珍总结就是有缘无分,所以一直在交错过往。 她直言当年两人在一起的时候,李立珍的确有考虑过再婚,只是时间一直都不合适,潘元良表态的时候她又因为女儿的关系而推脱,等到她稳定了一切有这个想法的时候,潘元良却不再表态。 而在最后分开的那两年,李立珍表示自己一直有很严重的情绪病,一想到这些事情自己就会哭,还一度要靠情绪要控制。 而在知道了潘元良在婚后她才清醒,意识到两人已经圆寂,而之后好友兰杰英突然的离世又让她顿悟。 如果再继续下去,她很有可能就这么废掉了,所以在今天大胆公开了自己的感受,就是要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,这一次她是要放手了。 面对李立珍男的真情偷白,潘元良在近日则是以向如以沫,不如相望于江湖来回应,一切也是时候画下去点了。 而对于这一段横跨了三十年的情感,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,就像李立珍所说的就是有缘无分,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,就只能一直交错,说遗憾也真的很遗憾。 相识三十年的爱人最后结婚了,妻子却不是自己,这样的心情李立珍比谁都更有体会,但是日子还要继续,所以她也表示过去都已经过去,这是她第一次谈自己与潘元良的感情,也是最后一次,她渴望新的生活。 最后,祝福李立珍,也祝福潘元良。